大家好,今天是美国时间的1月28号,星期六 周末呢,祝大家周末愉快 同时呢,也给大家呢,拜一个晚年 希望大家兔年礼呢,大吉大利,平安,健康 OK,那今天有点时间,咱们说一下这支相对老一点的步枪吧 半自动步枪 南斯拉夫的Yugo SKS 当然也有人说,你也可以叫它是M59-66 那实际上是这样,为什么叫它59-66呢 实际上是因为在当时的50年代,上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呢 南斯拉夫就得到了苏联的SKS的纺织图纸 然后开始进行研发,生产,然后投入到部队当中去 那个时候呢,当时的型号是M59 M59呢,和这个,这支枪呢,这个Yugo SKS呢,有点区别 它M59的样子呢,更接近于当时的SKS,就是苏联人的SKS 那到后来呢,为了,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这个M59呢,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那到后来呢,为了更好的呢 这个适应这个南斯拉夫的这个军队的一些这个战术需要 它为了增加SKS,这支SKS的这个面杀伤的这个威力 那它在这个前面的这个机头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和SKS就不一样了 它为了增加这个,这支枪的威力呢 它等于是又加了一个,在机头前面又加了一个 22毫米的一个枪榴弹的一个发射器接口 那我这个是不是,我这个不是 我这个呢,因为在加州 那么如果你想拥有这支枪 你前面的这个接口啊,一定要 接头要改成这种一般的这种支退器 然后并且给它焊死,是不可以动的 如果说你想把它换成就是这种啊 这是它的原配啊,这是它的原配 这就是那个枪榴弹的那个接口 这是它的原配,你放上去,是这样的 那你要想接这个的话 那你必须要在其他的州啊 但是加州不行 其他的州允许你接这个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给它脱汗 然后再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 但是在加州是不可以的 要给它完全固定住 这才可以,这才是合法的 所以说加了这种啊,增加它的威力 才可以啊 这是这个原版的是这个样的一个状态 OK,那具体怎么脱汗 那咱们这不是我在这里分享的这个内容啊 所以说啊,看个人吧 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方式方法不一样 OK,所以说它在前面的机头部分有改进 在后面的这个部分呢 等于加了一个这个枪榴弹的一个标尺有改进 那等于是它M59呢 等于是没有存在很长时间 到66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它在不断的更新 为了适应这个这个战术需要 到66年的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说啊,然后装备部队 装备部队以后 其实呢,它的命运呢 也是很短暂的 不久呢,后来就被这个 后来研发的这个 在这个它使用的工程当中 还南斯拉夫还研发了这个M64 M64呢,也很像 也比较接近于苏联的AK47 但是样子有点丑 到后来呢,在不断的进行改进 研发 并且呢 这个也增加了这个枪榴弹的一个 一个一个发射器接口 包括这个标尺 那么它研发的是M70系列 那这里面呢,就有带 有可以发射这个枪榴弹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型号,也有这个普通型号 那也有这个硬 我说的是M70啊 也有硬拖 那也有这个折叠拖啊 也都有了 那个咱们就不在这里分享了 所以说 它存这支枪 M59-66吧 咱们就暂且这么说吧 它实际上你说这个 5966也可以 实际上分别代表了 它的两款型号的一个结合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这支枪呢 它的唯一的这个区别呢 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 区别还是蛮大的 主要是它加了一个这个枪榴弹的前面的这个这个样式 它等于是你完全从直观上从这个低眼 你就可以和这个SKS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造的这个SKS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区别 你完全可以给它去分开了 这个前面有这么一个情况 马上就可以知道 这是优狗SKS南斯拉夫的 它在这个改进当中呢 基本上呢 保留了就是过去的那个SKS的那个 就是苏联的那个那个SKS的一个大体的一个一个样式吧 扁刺保留了 这边改进 这边其实也差不多 也差不太多 那后面的话呢 这边呢 Stock这后面 它有一个加了一个什么呢 它代替了那个金属的一个小底板 它用的是这个橡胶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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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底托吧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 底尖的时候可以减少一定的缓冲 也只能说是减少一定的缓冲 但是它这里面后面呢 还是保留了一个 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 小的一个储藏空间 它可以储藏 储藏你的这个 小的这个清洁棒 还是可以的 在这有一点类似于这种 就是这种小的清洁棒 塞在后面 但是这个时间太久了 不好用 非常不好用 就是这个样子 那还有一个呢 它保留了什么呢 它保留了 它保留了一个夜视的功能 在这边有夜视的功能 等一下 大家能看到 这边有一个黄色的点 它实际上夜视 然后前面这边也有一个 前面这边也有一个黄色的一个 它是等于是可以在夜间作战时候使用 但是呢 还是那句话 时间太久了 所以到这个基本上也失效了 因为呢 工艺呢 它和现在的这个工艺呢 没有那么好 达不到那种工艺要求 所以时间久了以后呢 这个基本上也就没用了 基本上就没用了 这么一个情况 其他的呢 我认为呢 个人认为呢 这个仿制的呢 因为SKS不断的被这个模仿 就是在当时吧 在当时这支苏联的SKS的半自动的步枪呢 不断的在模仿 有很多的国家在模仿 在去制作 在去装备这个部队 我认为呢 也有超越 也有超越那个SKS的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超越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超越 从某种程度来说 我更喜欢这支Yugo SKS 和那个中国的五六半 我觉得看起来要比 它原版的那个 原版的那个苏联的SKS要 要更粗犷 我觉得中国的五六半 和这个Yugo SKS呢 有 看起来呢 更 更美妙啊 我用这个词吧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很喜欢这两支枪 但是呢 中国的一开始呢 它等于是也是这种贬次 中国的那个SKS五六半呢 它实际上也是贬次 也是一种贬次 它只不过 只不过在当时呢 因为这个工艺的要求问题 工艺的这个 这个 要求呢 它达不到这种强度 据说是这个 在这个 港口的这个硬度上呢 它达不到要求 所以呢 到后期呢 就变成了这个 这个贬次 哦不 sorry 就到后期呢 就变成了这种三棱次 所以后来大家能够在市场上看到更多的这个 五六半呢 它基本上都是三棱次的 而不是说这种贬次了 那这支 Yugo呢 SKS呢 它保留了苏联的这种 贬次的这种 这种样式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换了个头 它也倒是不影响这个操作 不影响它上次遭的 以后的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这个样子 把它给它放回来 其他的呢 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了 它等于是为了区别这个 也可能是当时为了很好的和这个苏联的区分吧 所以说它这个造型的非常的 非常的与众不同 很独特 并且呢 它加了这个枪楼弹的这个标尺 它这个标尺是这样 它这个标尺呢 这个设计也很好 它前面 你要想打开前面的这个标尺 你必须要把这个 这个导气阀要给它关闭 这边有一个波扭 这边 把那个导气阀要关闭 然后呢 它才可以拿 它才可以折起来 才可以这样 那也就是说 把它关闭之后 是它进入枪楼弹发射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状态 也是必须要做的一个步骤 所以它这个设计呢 是非常非常的巧妙的 我觉得 那它这个枪楼弹的标尺呢 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块 不然能不能看得到啊 这块有一个标尺 它这个标尺呢 左边 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 左边 左边是反人员枪楼弹的这个 发射的这个标尺距离 标尺距离 上面呢 有刻度啊 分别是以米为单位啊 它是110 175 240 那右边呢 它这边是反坦克 反装甲的这个标尺距离啊 这边刻度 它这边有刻度是 50米 100米 150米 它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样子 也就是说 左边是对人的 右边是对装甲车 或者是反坦克的啊 所以说这两边是不一样的标尺 那你回去的时候呢 也还是这样 这样的话呢 你并没有一个关闭 它这个这个 这个模式 你必须要把这个 这个阀 把它再拨回来 才可以啊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设计是非常非常的 一个 独特的 那它的这个 实际上它的 我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 遗漏的啊 比如说 OK 就是这样 那它呢 作为这个清洁和分解呢 它实际上是和这个 五六半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 太多的区别 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内部结构 工作原理也是一样的 里面呢 没有进行升级 它只是在外边 有一些这个调整 是这个样子 简单的看一下 分解啊 我给大家简单的 演示一下 它实际上和这个 五六半是一样的 也把这打开 咱们检查一下枪 这里面 其实我已经检查过 没有子弹 咱们再看一下 咱们再看一下 没有子弹 OK 好 把它放回来 或者咱们打开它 也成了的话 咱们这样 弹着它就好了 然后呢 把它呢 放回去 这个 抬起来 拽出来 然后放屏基盖 锡进黄 扣 装针 全部拿出来 基本上就这样 那前面这个 导器的这个部分呢 你也可以打开 你用一个小的 小的一个 这个顶针也好 是一个 小的改锥也好 把它抬起来一点 然后 你就可以把它 抬起来了 再上来一点 这边有点紧啊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看得到 OK OK 这里面还有一个 抬起杆 再拿出来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那个小的一个 一个 气动 气动感 那我就不动了 这边不动了 这边有一小堂皇出来 咱们就节省时间了 这和那个 五六半是一样的 那前面至于 前面标尺的部分 就没有必要去 去清洁了 如果说你要清洁的话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唯一的不同 就是它 给咱们配的这种 所谓的清洁的 这个装置 清洁的这种 小装置 是没法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长度不够 因为它加了一个 前面的这个 我说了 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前面的一个帽 所以说它这个长度 这个杆呢 就短了 也就到这 所以说 你不能够完全的 很好的去 进行这个抽拉的去 清洁 所以说 这个没有意义了 但是呢 你可以用那种 咱们比如说 你自己在外面买的 再延长一截 或者怎么样 就可以了 或者用那种 清洁的拉带 也可以 就是这样 所以说 咱们再把它装回去 装呢 也还是这个样子 没有特别的 它实际上和这个 五六式半自动 是一样的 我这边呢 操作的是因为 一个摄像机啊 被挡住 所以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动作有一点问题 OK 这样就回去了 把它拨回去 真的OK了 那么你把这个放下来呢 是为了 不用 不会被这个 这个 前面的这个 这个地方呢 给顶住 它这个Bow 反正回不去 这样就换了 这个角度 sorry 讲究有点 角度的问题 等一下 OK OK 复金黄桿 把它装回来 OK 积极的 回来 OK 当然了 你也可以这样 然后你把它放回去 你压住它 压住它一段 你也可以把它 这样放回去 也无所谓 这个看个人 你的这个方法呢 大家都可以 自己呢 有不同的 这个 来分解 拆解 或者是清洁 一些方法 我也只是小小的 分享我自己的 就是这个样子了 背袋呢 不是原配 背袋是 它原配的背袋 应该是一个皮的 这个是 Ugo SKS的一个 标准背袋 是皮的 我这个不是 我这个是我父亲的背袋 在不对的时候 它 它用过的这个背袋 所以它自己保存下来 然后带回来了 并且还有它的一些 这个肩章 徽章之类的 它都 自己送给我 作为收藏 所以对我来说呢 这个非常有意义 我自己呢 是 保留下来了 我觉得放在我 这个 这支 很喜欢的 这个 这个 SKS Ugo SKS 我觉得呢 非常合适 我很喜欢 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 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样子 嗯 亮 那现在呢 再说一下 它的这个枪的 这个弹药的 这个口径 它呢 这支枪的 这个口径呢 和其他的 AK47也好 SKS 都是一样的 它都使用 这个 中间微粒弹 7.62x39的 中间微粒弹 是这种 那同时呢 你也可以使用 这个 这样的弹桥片呢 然后 10发装 往下 按压这个子弹 填装 没有问题 也可以单发装 都是可以的 弹容量呢 是这个 10加1 没有问题 那 今天呢 还有一个主要分享的 那实际上是和这个 加州的收藏 的朋友 或者是这个 枪支爱好者 分享的是这个问题 那这个呢 在别的州的朋友呢 拥有这支枪的朋友 或者说 想收藏这支枪的朋友呢 不用担心 因为 可能是只有加州 这种弹腾的这个 这个法律才是这样的吧 也就是说 你不能够装这个 22毫米这个 枪榴弹接口的 这个 头 是不可以的 你要给它换成 普通的这个 支退器 然后把它焊死在上面 那如果说 有机会了 你可以去外州 或者到别的 别的州 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呢 保持原貌的 请这个州 你可以再把它解汗 托汗都可以 那么这是 这个就不在这里分享了 这是个人的一个 一个方法吧 看个人啊 没有这个 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 那个 操作啊 这个 看个人了 OK 那这支枪呢 外面呢 外面呢 大部分的这个 朋友呢 都管它叫这个 M59-66 都可以 那实际上 它就是M59和M66的 一个合体 那一般来讲呢 你说这个 Yugo SKS 其实目前指的 就是这支枪 它呢 重要的区别 就是就在这 其实主要的部分 就是在这个地方 是这样的一个 也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样子 对 那到上世纪呢 70年代的末期 那么这支枪呢 就等于是被这个 M70给取代了 就等于是给它剃掉了 那 那当然了 故事就截止到了 M70 那M70以后的故事呢 那咱们以后有机会呢 再 有机会再单独聊一聊 那现在呢 就说到 70年代末 它的这个命运 就是这个样子 那是不是完全取代了呢 其实也并不是说 就 哪都不再用了 那是不可能的 其实现在这支枪呢 也还在使用 这个具体在什么地使用 那 这个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再去查一查 也不是说不再用了 那么 主要的用途呢 它现在被取代之后呢 主要的用途就变成了什么呢 有点像咱们的 五六半 五六半呢 咱们变成那种国兵枪 礼兵枪啊 这个 变成了这个仪仗队用的这种 礼兵枪 很好看啊 因为它的外观 也很漂亮 那同时 它这支枪也 命运也是一样 也是作为了这种 仪仗队用的这种礼兵枪 也是很漂亮的啊 这个 实话实说 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 也是很酷的啊 很漂亮 非常漂亮 OK 那今天的分享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些了 那另外呢 再占用一分钟呢 想说明一下 就是说呢 我呢 本身呢 是一个 就是一个分享啊 就是一个分享 有说的对的地儿 或者说也肯定有 不完全对的地儿 那是肯定的 因为不是说 我说的就都是对的 所以说这里面 可能有一些历史上 或者说参数上的一些 这个疏忽 或者是疏漏 希望大家也能够 就是说 也欢迎大家呢 就是提出自己不同的 这个意见 你可以给我留言 我呢 但是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是怀着善意的心 善良的心 和大家进行分享 并没有怀着那种敌意 更不想去当谁 当谁的老师 来去教 教别人该如何怎么做 所以说呢 但是呢 有一些这个 说的未必到位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呢 能够友善的留言 有一些如果说路过的朋友 看到了 我希望能够是善意的留言 而不是说 不是说一些比较 不友好的 不友善的留言 我在这里面 我是 我个人 我是不欢迎的 也是很不喜欢的 因为呢 我也不希望咱们变成了一个 这个 这个在 键盘侠 这个隔空 咱们去这个台杠 就没有意义了 这种这种事情 咱们老爷们 咱们不要这样干 我觉得这个 那这个事情就 如果你恶语相加 那这个事情就有点操蛋了 希望大家能够玩强开心 这个这个善意的去去评论 没有问题 我这个不是说 不接受意见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更多的 友善的 友好的好的东西 好的意见 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相互学习 我认为呢 我怀着一颗 善意的心去分享 也同样希望能够得到 善意的理解 这个是 比什么都重要 我觉得比可能 你点个赞 或者怎么样去更重要 如果说有好的这个 这个 意见 欢迎留言 但是恶语相加 这个我在这里面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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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 非常不喜欢 OK 那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小分享 OK 感谢大家 好 拜拜 拜拜